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大事大外辖 今天是12月6号 礼拜三 今天台股是涨了 最后涨了32点 盘中一度涨了100多点 那這盤到底怎麼看 昨天打下去 今天又拉上來 這盤我覺得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 你像昨天散裝航運全部都噴出 我們正德拉出第三支掌停板 結果尾盤也是打下來 今天也是打下去 可是觀眾朋友你要去看 有時候外資在做的手法也是很奇怪 你像昨天大漲對不對 外資賣正德賣了六千多張 今天正德開第一震盪 最後收小黑 就正德又買了六千多張回來 所以有時候你很難去了解說 人家為什麼這樣做 其實就很簡單嘛 他就是換手 換手 那換手結果就是你要去看 是大戶換給閃戶還是閃戶換給大戶 那有錢有股票的人說話嘛 對不對 你像明天如果正德又拉漲停板 我也覺得很正常 因為離我跟你報告的 跟觀眾朋友報告的那個目標價 還很遠嘛 對不對 你前兩天你就知道說 喔 老師有推薦正德喔 十七八塊買的 那這一波會長在哪裡 也公佈在我們的Lite 8上面 對不對你刷QR Code就知道了嘛 那如果說你沒有手機 那也沒關係 反正你就刷一下前面的電話 打電話問個助理也可以嘛 但是你不願意問那就算了嘛 這是每個人的選擇 那今天愛心設計股全部都上來了 包含什麼安國啦 迅捷啦安格 包含神盾 這是神盾集團 可是你要去注意喔 另外有一批股票上來了 包含什麼 旺久生科這些股票 這些股票是之前比較弱勢的 包含楊智之前很強的 楊智今天又漲停了 所以你要特別注意喔 這些股票沒有死 沒有死你要賺錢 要怎麼做 你自己要調整方向啊 你要怎麼做 因為這個月十二月啦 對不對 那搶個年終獎金嘛 搶個紅包行情嘛 所以你自己有時候要積極一點 當然今天是六號嘛 那你要稍微注意一下說 有些公司他會公佈上個月的營收 那營收也很重要 你像我們之前看好那個加幣期 加幣期上個月五億多耶 五億三耶 那在前一個月才四億多耶 所以你像這種股票喔 他有沒有接到大單 不重要 重點是什麼 他營收真的有出來 真的有出來 那你就要去注意喔 他接下來股價的反應就會比較大 比較大 你像最近重電類股 大家都在看華晨嘛 看亞利嘛 但是你要去注意喔 有一檔股票叫合積嘛 合積今天漲停板 你仔細看喔 這幾乎半年啦 半年的底部他今天只有長紅做突破 而且爆大量做突破 你覺得他營收差嗎 他營收已經不會差 所以你就要去注意 像我是看喔 他的子公司是陽華 你看喔 前一波因為獲利 獲利很好 獲利很好跳空上來之後 隔天打下去 因為前一個月營收不好 那如果說他慢慢又墊高上來 他又上去了 代表什麼 他跟他的母公司一樣嘛 他們是吃同一個訂單嘛 只是說合積把高毛利的東西都丟給陽華來做 那合積有賺錢的話 陽華會賺更多 你自己去看那個比較就好了 那這個盤今天漲32點 你要去注意大概 有些股票在反應11月份營收的公告 那今天散裝航運是熄火 那不是不會漲喔 我跟你講明天又漲他們 明天還是漲他們啦 那IC設計股今天有接棒演出 所以你要去了解 今天為什麼 都是大家都在講說 你看IC設計 很多股票都大漲 都大漲 我是陽智啊 心鼎啊 旺久安格 神盾啊 世紀名聲啊 安國訓節 我告訴你 這不是唸過就是我的 我只是告訴你 這個盤 這個盤 人氣啊 人氣還在 你不要說 看到今天沒有收最高 對不對 就要趕快去放空 也不用啦 那年底就是做夢行情跟畫餅行情 那做什麼夢 春秋大夢 那春秋大夢 或是做明年會很好的夢 還是什麼餅 天上掉餡餅 還是什麼 掉鐵餅 你要清楚喔 你萬一不小心天上掉的是 鐵餅 那你還去接 砸到你的頭 那你很痛喔 那這個行情串起來 今這個月的多方氣勢喔 所以 你大概要了解說 這個行情可能 有些盤面上漲的股票 沒有什麼業績 那你可以挑 你可以不挑 你可以選啊 你也可以不選啊 但是 有一些有股票股票 有營收股票 包含我剛剛跟你提示的 像什麼 核基啦 加比奇 這確定營收有公佈出來 非常好的 那你就要特別注意喔 你像旺久 他營收一定不好 楊智營收一定不好 對不對 安國營收一定不好 他只是因為入股了一家半老體嘛 對不對 迅捷一定不好嘛 你怎麼會好呢 可是他就是作帳 他就是會漲 但是你不要買在最高點喔 買在最高點之後就很難處理 可能一次住個套房 可能要三年五年十年 搞不好一輩子都不能解套 所以你自己要去考量說 那我到底要不要去拼這種股票 要不要去拼這種股票 那比較留意還是廣達和偽創 這兩檔股票今天稍微啦 稍微做指紋 你像今天偽創 拉到912 就是我們買的成本 然後廣達這個回到最後兩百塊沒守住 可是你要去看喔 這漲了一千多點喔 最近漲了一千多點 他們還在地板上啊 像這種股票沒有動的話 其實也有點說不太過去 那你說籌碼面的問題的話 這個就是你要自己做研究 要做研究 你像偽創 有買就是有買 我說你來找我嘛 對不對 我另外開了一個群組 另外開了一個群組 跟你講說今天偽創會怎麼樣怎麼樣 每年早上都會有一通的訊息 告訴你說今天偽創要怎麼樣 對不對 你可以參考一下啊 因為很多人他買的 講一句比較難聽的 就算漲停板 漲三隻他也沒結套 因為他可能買140 150 那漲三隻停板他也沒結套 但是主要是也是說 能幫一個是一個 能就一個是一個 裡面 也沒有很多的七十幾個人而已啊 那沒收錢啊 沒收錢 那我們就是 原則上就是說 需要你跟著我們來 那如果說你套得比較深的話 就是可能要 來回做區間操作 操作個幾次 你才有辦法做解套 像之前那個長榮海運 我們來回操作的情況一樣 我們來回做了幾趟的價差 就是幫你 即使你買了天價兩百多塊的 也都幫你解套 而且都是賺錢 你自己可以去市場上問 那正的我們上禮拜五就買了 那 禮拜一漲停 禮拜二漲停 昨天有拉到漲停嗎 今天稍微震盪一下 但是我是這樣跟你講 這檔股票 剛剛佔回禁止而已 我也不委屈 其實他今年有機會賺到兩塊 今年有機會賺到兩塊 所以他才22塊 我是個人覺得還是很便宜 當然你去刷QR Code 你去打電話問我們家助理的人 你都知道說 老師規劃說會漲在哪裡 這我們就先不講 不多講 因為電視節目我們也不好有意思 直接講說會漲在哪裡嘛對不對 漲一倍 你可能信誓旦旦 可是你還是不敢買 漲五十八 那也不甘你的事 因為你沒有買在起漲點 你也不敢買 沿路沿路只是看而已 漲兩倍 那可能就是畫大餅了 太過分了 連我自己都吞不下去 所以有時候我們規劃的合理價格 就是給你心裡面做一個參考 那價格應該是會超過 應該會超過 你知道了 你就知道說應該會超過 那統心這兩天整理回來 應該還是會漲 因為特地人沒有賣 你放心沒有賣 那楊華我剛剛有提示到 合機漲停板 他母公司漲停板 所以當天打到跌停 我怎麼跟你講 我說市場反應過度 但是是誰買的 誰去買了 跌停板 383買了一堆 他現在又上來了 41塊了 那楊華這家公司 第二季賺0.5 第三季賺1.85 是成長兩倍 我告訴你 電子股很少這種的 那如果說你看到這種的 這種股票不會漲 你不要跟我講什麼台積電多好 我也不相信 我也跟你講我不相信 你像這個股票也是準備要走了 對不對 大家都在等IC設計嘛對不對 我希望你跟著我一起來 可以賺50% 這檔股票你要趕快買 不要等營收公布了 萬一跳空漲停板 你買不到了 有什麼用 知道 知道個屌 知道 知道跟賺到是兩碼之勢 祝你大賺 我們明天見 謝謝